昨晚十点,国安队乘坐的大巴缓缓驶入苏州赛区的驻地 在经过了十天左右的假期之后 球员们再次回到这里,并没有丝毫的陌生感 熟悉的环境,熟悉的分流核酸检测 让他们感受到了一把别样的回家氛围 而这种熟悉的感觉,对于他们迎接第二阶段的比赛 也有了更多的便利条件 我感觉心理上可能多少会有一点吧 毕竟这是我们待了70多天的地方 包括这三个场地,我们都打过很多场比赛 肯定是比对手有一些更熟悉的地方 这是算是一点点的额外的优势比赛 经过70多天的第一阶段之后 球员和教练以及工作人员都经受住了残酷的考验 而第一阶段赛区第二名的成绩 也让他们顺利完成了进入真冠组的初级目标 因此球员们也可以更为轻松地享受着短暂的假期 让他们紧张的神经得到放松 一个多星期我们有孩子的可以跟老婆孩子在家 有一个多星期的这种放松跟相处 没有孩子的可以去周边去放松放松心情 我觉得多少是一个缓解 70多天对任何球员,包括教练来说 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经过这一周的调整 我们已经做好了打硬仗的准备了 不过假期总是短暂的 更加艰苦的第二阶段已经来临 球员们必须重新调整心态 就在临行前 中和国安俱乐部召开了第二阶段出征动员会 董事长周金辉对于球队的争冠 进行了慷慨激昂的动员 并希望球员们拿出决心和信心 要求大家在比赛中要更坚决、更强硬 这个是肯定的 我觉得更大的是要给队员一些信心 包括一些决心 马上到复赛了 尤其跟山东投两场球 我们必须要展现出比第一阶段更好的水平 来拿出更强的自信心 来去面对我们的对手 根据赛程安排 国安队将在17号和22号 面对老对手山东鲁能 球队上下已经做好了准备 来迎接两回合180分钟的对决 我觉得还是像我们老板所提的 这个信心 包括决心是最关键的 这种比赛有点像足鞋杯 这种复赛的感觉 就是杯赛性质嘛 两场比赛决定的你的上线和下线 我觉得还是拿出强大自信心 要给自己有强大自信 我们不会去位居任何对手 所以说我们觉得会全力以赴 势带必得了 还不信心 还不信心 让我们能够赏 这种比赛的就是 我们很快就来 这种比赛的 这个比赛的 比赛的 比赛的 我们很快就来